好,我們現在到了這一講的最後一節呢,我們會為各位介紹一個可以儲存電容的容器,這個元件稱之為電容。 在我們的生活周圍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電容存在,只是如果你沒有把周圍的電器的黑盒子打開,你可能就看不到電容。 那我們在這邊呢,會先跟各位簡單介紹電容的原理,然後尤其以常見的平行版電容的概念來跟各位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這邊會談的事情呢,是到底電容裡面呢,會儲存多少電能,還有呢,生活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到電容。 所以在我們開始之前呢,先各位,在我們開始之前呢,先邀請各位想想看,儲存能量有哪些可能的方法呢? 所以我會邀請各位先不要急著上網找,你先自己從生活經驗裡面想三個可能的方法,然後我們在Cosera線上填寫。 填完之後呢,各位可以在上網找到底有哪些儲存能量的可能的方法,你可能會發現超乎你意料之外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在歷史上被發明用來儲存能量。 那麼我們回到電的這個概念裡面來想,到底什麼叫儲存電能呢?儲存電能是跟儲存電荷一樣的道理嗎? 我們先從最古老的情況來想這件事情,我們很早前就說了,把一些物體摩擦之後呢,他們會互相帶電。譬如說,古希臘人就知道,琥珀摩擦之後呢,會帶正電,絲綢呢,會帶有負電。 那麼在摩擦前呢,琥珀跟絲綢是不會互相吸引的。也就是說他們互相之間沒有交互作用,但是摩擦了之後呢,原本不會互相吸引的兩個呢,現在會互相吸引的。 你可以不可以說我把正電存在琥珀身上,負電存在絲綢身上,那就把能量存在他們兩個裡面,因此他們會開始互相吸引。 也就是說儲存電能這個概念跟儲存電荷之間有非常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麼我們已經知道正負電荷呢,會相吸。而到底要怎麼樣使物體帶有電荷呢,基本上必須要提供外加能量。 譬如說我們剛剛說摩擦這個例子,就是靠摩擦呢,來使得琥珀跟絲綢各自帶有不同的正電跟負電,因此把電能儲存在他們裡面。 那麼除了摩擦之外,有沒有別的可以儲存電荷的方法呢?廣泛的來說,可以儲存電荷的設備呢,我們就稱之為電容器。 回想一下我們這一講整個上過的內容,你有看過什麼東西可以儲存電荷嗎? 在歷史上最早的電容器基本上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萊頓瓶這樣子的東西。 那麼現在的電容器呢,長得跟萊頓瓶已經很不一樣了。現在電容器呢,長得像這樣,下面各種形形色色的電容。 我們待會再跟各位介紹電容裡面到底是怎麼做的,然後發揮什麼功用。 但在進去實際的電容之前呢,我們先來討論一下電容裡面,到底怎麼儲存能量,可以儲存多少能量。 我們先用一個最簡單的電容形式跟各位討論,也就是所謂的平行板電容。 這個就跟我們上一節在講高斯定律的時候提到的平行板導體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兩個導體,平行板導體放在一起。 這兩片導體的大小呢,我們稱之為A,然後這兩個平行板之間的距離呢,我們稱之為D。 根據前一講的高斯定律呢,我們知道這兩個平行板這樣子造成的電場的大小呢,會是4πkσ。 這個σ呢,就是這個板子上面所帶的電荷的密度。 而根據電位差的定義呢,我們知道電位差的大小呢,是電場對距離的積分,然後從基點基到終點。 我們從兩個平行板來說的話,它的起點跟終點呢,就相當於是平行板之間的距離。 所以呢,在平行板中間呢,我們前一節已經跟各位證明過它的電場呢,在中間應該是一個等大小的電場。 所以呢,這個積分的形式呢,就會變成是電位差等於電場乘上這個平行板間距的大小。 所以我們把上面這幾個式子呢,整合起來看。 我們會得到呢,這個時候呢,電容中儲存的電荷量到底有多大呢? 總電荷量呢,就是這個電荷密度乘上截面基。 那麼我們剛剛說呢,這個電荷密度呢,可以從高式電律這邊得到。 它會是1除以4拍k這樣的大小。 然後呢,我們又知道呢,這個電場的大小呢,跟這個電位差,有一個直接正比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電位差這個定義再帶進來呢,我們可以得到電容中儲存的電荷,跟這個電容兩個板子之間的電位差之間有一個正比的關係。 其中呢,這個比例常數呢,我們就稱之為電容率c。 在這邊呢,我們來談一個常數的代換。 在目前,我們所有用的電方面的常數呢,電力的常數,我們都用庫倫常數來表示。 但是呢,在許多計算的表示事實上呢,因此會出現一個2拍或4拍的比例常數。 所以呢,我們在往後的計算裡面呢,會把庫倫常數呢,代換成另外一個叫做借電常數的係數。 它們之間的關係呢,非常簡潔,就是k等於4拍1分之1。 那麼這個呢,會使得很多計算表示上面呢,更為簡潔。 而這個借電常數呢,在我們後面討論電磁學還有光的時候呢,都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譬如說,像我們前面講過的高斯定律呢,它把庫倫常數代換成借電常數之後呢,它的表示式呢,就會變成 Q除以ε0,會變得更加簡單。而我們剛剛講的平行板電容呢,電容值的大小呢,也會變成εA除以d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麼這個ε0的單位呢,根據方程式的定義呢,可以很容易推導出來。它是庫倫平方除以牛頓除以米平方這樣子的單位。 那我們再回到電容這邊來。廣義的來說呢,基本上只要把兩個導體放在一起呢,就可以形成所謂的電容。 那麼這個電容的大小呢,是由這兩個導體上面帶的電荷量,還有它們之間的電位差,來決定這個電容率的大小。 那麼這個電容的大小的單位呢,是法拉。而電路符號呢,只有兩個平行線,來代表這個電容。 我們可以把電容呢,跟水壩來類比。因為電容呢,就像是在儲存電荷的一個容器。 水壩呢,就像是儲存水的一個容器。所以呢,一個電容裡面呢,能儲存多少電荷,就像水壩裡面能儲存多少水一樣。 電容多大就可以存多少電荷,水壩多大就可以存多少水。 那麼這個電容對外呢,能夠提供多少電位差。這就像是水的水壓一樣呢,則是由電容設計造成的電容率決定。 如果電容設計得非常好的話呢,它不用存非常非常多電荷,也可以對外提供相當大的電位差。 好,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電容在實際電路裡面呢,它的運用呢,會有並連跟串連的情況發生。 所以呢,在這邊呢,我們畫兩個電容並連在一起。所以呢,其中一個電容呢,是所謂的C1,目前上面帶來Q1的電荷。 另外一個呢,是所謂的C2,目前上面帶來Q2的電荷。這些帶來電荷呢,是因為外面接了一個有delta V的電位差的來源所造成的。 所以按照電容的定義呢,我們可以把Q1等於C1 delta V1,還有Q2等於C2 delta V2寫下來。 那麼我們要把這兩個並連的電容呢,等效成一個新的電容的話呢,它的概念會是呢,這個等效電容的大小呢,會由總電荷Q,還有總電位差 delta V的比值來決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系統裡面呢,總電荷Q全部存下的電荷到底有多少呢?可以看得出來,兩個電容呢,各自存了各自的電荷。 所以總電荷呢,Q應該是Q1加上Q2。那麼總電位差有多大呢?因為這兩個電容是並連在一起的。 所以呢,他們之間的電位差呢,應該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呢,delta V1跟delta V2應該都跟delta V一樣。 這總電位差是一樣的。所以有了這兩個資訊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用來求等效的電容。 那麼等效的電容呢,就從這個式子裡面寫下來的,它應該是Q1 delta V加上Q2 delta V。 那麼根據剛剛C1 C2的定義呢,我們可以寫下等效電容的概念。 在並連的時候呢,等效電容呢,就是個別電容的合。 另一方面呢,我們也可以把電容串連在一起。 所以呢,這邊我們一樣放兩個電容,一個是C1,一個是C2。 然後呢,一樣外面外加一個delta V的電位差。 那麼我們用一樣的概念來求這個總電,總等效電容的大小。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總累積的電荷量呢,就不是Q1加Q2了。 因為呢,要記得在電容的兩邊呢,一邊是累積正電荷,一邊是累積負電荷。 所以當兩個電容並連在一起的時候呢,在中間這段導線呢,它的正負電荷是往左右分開來。 整體來說呢,就這兩個電容整體合起來看呢,它總共只帶了左邊跟右邊,合起來只有一個正Q大小的這樣的電容而已。 所以呢,它的總電荷量呢,並不是Q1加Q2。 而是呢,Q1會等於Q2,都等於這個Q的總電荷。 那另一方面呢,在電位差的方面呢,因為這兩個電容串連在一起,所以呢,ΔV1跟ΔV2兩個合起來呢,才是最後的總電位差。 所以這是總電位差的形式,這個是總電位差的,這個是總電荷的形式。 那整體來說呢,等效電容呢,可以從上面這兩個式子結合起來來看。 所以呢,我們抓的條件是總電位差呢,是這兩個的V1加ΔV1加ΔV2的合。 那麼,把Q的概念代價呢,可以得到等效電容。 整個寫起來呢,我們可以得到在串連的時候呢,它的等效電容值呢,是等效電容的導數1除以CQ會等於C1分之1加C2分之1這樣的概念。 好,那麼,在電容裡面呢,我們剛剛說它儲存電荷之後呢,就儲存能量。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這樣子想,因為電容呢,造成電荷的分離,而且這兩個電荷分離中間是有電位差的。 所以呢,它們就帶有位能。因此呢,電容會儲存能量。 那麼,我們可以來算一下電容裡面到底儲存了多大的能量。 從位能的概念裡面,我們可以知道呢,電位差乘上電荷的大小,就是位能的大小。 所以呢,電位差乘上電荷的量。我們現在先想一點點電荷DQ這樣的概念。 它會帶的位能呢,是小小的位能差,是DU。 那麼,這個裡面的電位差的大小呢,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電容裡面的定義呢,電位差呢,就是Q除以C。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位能的形式呢,寫成Q除以C乘以DQ。 那麼呢,我們如果要算全部的位能呢,我們就對這個DU做積分。 也就是同時對右邊這個式子做積分。 所以呢,左邊呢,就會得到位能的大小。 右邊呢,就是對剛剛這個式子裡面做積分。 很容易可以得到呢,它的大小就是2C分之Q平方。 這個是電容裡面儲存的能量。 那因為Q跟C跟V有彼此可以帶換的關係呢,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式子換成2分之1CV平方。 或是2分之1QV。 所以剛剛呢,是廣義的電容裡面呢,所儲存的能量。 我們來看一下平行版電容裡面儲存能量有多大。 我們用剛剛提到的2分之1CV平方來看。 那麼,我們知道呢,平行版電容裡面的電容的大小呢,是εA除以D。 然後呢,裡面的電位差的大小呢,是電場乘上D。 所以呢,整個這樣乘起來的結果呢,我們可以得到平行版電容裡面呢,所儲存的能量呢,跟電場的平方。 是乘正比的。 那麼,這個裡面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它裡面有一個A乘上D。 這個A乘上D呢,就相當於是截面積乘上間距。 這就是整個電容中間的體積。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一項除掉的話呢,它的概念就是,在電容兩個板子中間的這個體積。 單位空間裡面,所儲存的能量呢,就是εA乘上1平方。 而這個呢,我們剛剛提過平行版電容的中間呢,在兩個板子中間,它基本上是均勻的電場。 所以呢,這一項這個二分之一分之一平方呢,基本上就是均勻電場裡面,所帶有的能量密度。 這個呢,可以回頭到跟我們前面講的所謂的場,中間是帶著能量的這個概念呢,互相的呼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真正的電容。 在生活周圍什麼地方會看到電容呢? 基本上你的生活周圍,只要有電路板的地方,多半都會看到電容。電容呢,就是像這個圖裡面,圓圓的黑色的這些部分呢,這個都是電容。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真正電容的內部結構。 平常在生活中呢,其實只要有電路板的地方,多半都會看到電容,只是你平常不一定看到電路板。 生活周圍什麼地方會看到電路板呢? 譬如說你的手機也好,電腦也好,電源的充電器。你如果有勇氣把充電器拔開來,你就會看到好幾個電容在那裡面。 而且那些電容呢,多半都長得像現在這個圖上看到的,一個圓呼呼的,這樣的樣子的電容。 那麼如果呢,你把這個電容呢,拔起來。不過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拔起來你的充電器就壞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拿到一個沒有接在上面的電容,然後把這個電容切開。不過,再一次我需要先提醒各位,請不要在家裡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切開可能會有具有腐蝕性的液體流出來,所以不要隨便切開。 那麼,如果你有辦法看得到裡面的時候,我們在這邊切開給各位看。 就是它的裡面呢,其實是很多同心圓的,結構一層一層的捲起來。那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把剛剛我們提的平行板電容做成一個很大的薄膜。 然後呢,把它捲起來。並且在中間呢,放所謂的介電材料,讓正負極呢,不會互相接觸。這樣的結果呢,就可以形成一個很大很大的電容,在這個裡面。 那麼電容呢,在生活中呢,除了剛剛講到像在充電器還有很多別的電路板會應用到之外呢,顧名思義電容在儲存電荷的能量。 它可以做的事情呢,是在儲存的一段時間之後呢,一口氣把裡面儲存能量一次放出來,所以可以產生一個比較高能量的一個應用。 什麼地方會看到這樣的應用呢?譬如說,生活中你有看過閃光燈。 像閃光燈這樣的東西呢,就是在充電完了之後呢,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把電的能量一起放出來,所以你會看到一個非常大的亮度。 那麼另外呢,還有像很多人家裡有的電紋拍。電紋拍呢,也是利用電容儲存電荷的能量在短時間之內放出來呢,而產生瞬間的高壓,來把黏在上面的小昆蟲給電死。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可能不太希望看到的應用呢,是所謂的心臟體外去瞻器。 那麼它也是儲存電荷之後呢,一口氣把能量放出來。 我們可以簡單計算一下呢,所謂的剛剛說自動體外心臟去瞻器,也就是所謂AED。 它會產生多大的瞬間功率。那麼它裡面呢,用到的是約莫七十到一百個micro法拉的電容。 然後透過裡面特別的電壓的電路設計呢,可以把這個電容加壓到大概五千伏的高壓。 那麼經過簡單的計算呢,我們可以知道五千伏的結果呢,會使得這個電容呢,帶的能量呢,大概是八百七十五Jr。 如果能夠把這些能量呢,在大概一個mini second裡面放出來呢,AED呢,就可以產生約莫一百萬瓦的瞬間功率。 這個對人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瞬間功率。所以它才能夠完成去除心率不整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在這一節的最後呢,我們留下一個概念測驗給各位。我們剛剛提過呢,廣義來說,只要兩個導體放在一起,就可以形成電容。 所以請問呢,當這兩個任意形狀的導體,它們之間距離增加的時候呢,這個電容值應該會變大、變小、不變還是不一定呢? 我們在海中間裡,我們會在一起,今天要想要想要進步。 我們在海中間裡的或者是越來越來越多。 如果能夠化,我們也要能夠增加其他,可能會深入的話呢,我們會有個大部分的存在裡面 也會不會像我們一樣吧。 在海中間裡有什麼地方,會有很多東西。 在海中間裡會不會像我們,你可以談一流的,幫助我們的嘛。 我們會不會像一流的,他們會有聲音樂,我們會有一個很大的效果, 我們會不會像我們、可以啥! 然後,一定會不會像我,我們會像一 Ku咖. 我們會不會像吧。 我們會不會像一下呢,我們會不會像個這麼多個部門, 感谢观看